最大是11A 這是最大顆的 還有16兩個 我們姑婆曾經掙過17A 17A 16A 他的海拔最適合的海拔是多少 七百到一千 這是他最適合七百到一千 他種子面積都在七百 像我們這個區塊 大概有四十公頃 我們光我們學評價 這個就是從你們雙齊一進來 這個區塊大概有四十公頃 他幾乎都是在種花玉神的這個 所以他當時他們 所以你們這裡有六種 是你們和平鄉就有六種 還是全台灣有六種 全台灣鄉有六種 你們和平佔幾種 大概就有三種 就是還有玉手 花玉手 赤朗和富有 還有大圈 大圈 那大圈是後面的 後面啊 對 現在這個大概有三十公頃 就是這個三種 三十公頃 對不對 我們姑姑就說對 我們姑姑就說對 我講的就是對 姑姑也說對 就是表示對 這是有獲得認定 沒有吃兩根 不有 可以三十公頃 其他人種雜食 比較早秋 大概有十幾公頃 大概四十幾公頃 我們這個我們沒有講到那一邊 我們講的就是四十公頃 對 有 有耶 對對 對 校長是 對對對 全台灣第一所實驗 原住民實驗小學 第一所 對 今年8月 改名單 太陽 原住民實驗小學 應該是太陽主辦 實驗小學 對啊 這是你全部的族群 原住民的第一所 有啊 實驗小學 南部不是早去有的 沒有啊 也沒有成立 就我們太陽不成立 你看嘛 你看他那個簡介是不是 有耶 第一所耶 對 他的母語占七成 一般的教育大概就是後面的底層 對對 第一所 他裡面教很多就是母語 這個叫什麼 母語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嚕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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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えっ 這個名稱就很多 每一個地方的名稱就不一樣 這個也叫嚕馬 嚕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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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語言 他們煮跟他們的語言 不是不一樣 有一點差距 這個用烤的最好 這是我們原住民的 用烤的 跟香米 算是小菜嗎 對 如果你們明天去 在富洛廚房有跟他訂 風味餐的話 他應該會 弄這個給你們 像這個我們也可以把它烤來吃 也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直接吃 你可以去嘗試一下 吃看看 有時候就會掛在那棵樹 燈這樣子走過去也蠻美的 對 我們掛一串香蕉在那裡 前幾天才把它吃掉 真的喔 大串一整個 整個丟下來 然後就掛在那裡 就掛在那裡 慢慢熟 你們說過現在只有吃 想要吃就知道 就是自然的就對了 人家會以為就是掛在那裡 而且路過就摘了 所以我們就說這是五葉松香蕉 我們現在經過他們想吃 他們自己會摘啊 有客人啊還是誰來 就他們自己過去自己來 這樣很有趣啦 對啊 就掛著啊整串啊 欸可是不怕曬太陽嗎 香蕉欸 樹遮疹怎麼會曬太陽啊 而且你香蕉採下來 它就是會慢慢的熟啊 喔對慢慢變色 慢慢變色 所以我們每一次吃 每一次就是它不同的部位啊 喔 上次那個台北的那個三個年輕人 他們不是在這邊烤肉 烤一烤肉 去的時候都去上廁所就摘一個 就在那邊吃 走過去就摘回來就摘 不是沒有關係 很甜欸 就是這樣一間嗎 就很像那個天 就是好像在那個天台 對對對 露天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朋友 可是我們朋友他帶三個朋友 還叫我們什麼 我們不能帶出來 吃飯就可以啊 我們也是那裡吃飯